有个花友是这么来的 明哉说我 他说我我认为你说的那个干了就焦 不干不焦 见干见事有点问题 我还是坚持我个人的观点 他说呢 你像我们北方南洋台养花 尤其是墨本的时候 不能追寻干涉循环的道理 好咱不抬这个杠 我跟花友们不止一次的说 这只是一个举个例子 只是一个一个标准 对吧 你就像一加一等于二 它有什么时候不等于二呢 在算错的时候不等于二 对吧 我能小跑了 我还能见墓 我还能大跳 大跳 大跳 那个扯远了 这个植物的浇水 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 它就像人喝水是一个道理 渴了就喝不渴不喝 你像我现在此时此刻 我就不能按照渴了再喝了 因为我在出汗 我嗓子已经冒烟了 我没感觉到渴 但是我已经知道 我再不喝水 我嗓子就要哑了 或者是下午我就要上火了 所以说呢 我不能顺循那个渴了 再喝的这个道理了 对吧 我得多喝点 然后呢 有的话说啊 得多喝水这个道理 就像植物里多浇水 多浇水可以 你用到的盆和土 一定要排水透气才可以 你浇了水 它能泡在盆里边 你那用的瓷盆啊 用的泥土啊 它就会产生一个 欧根积水 这种就不行了 本来这个问题呢 它是一个假命题 你只要浇水在一块 你看它蔫了 它就是缺水了 你不用管盆土里边干雨湿了 它空气过于干燥 你就大概比方说 咱人去沙漠 是吧 你走一圈下来 你肯定缺水 即使是你感觉不到头渴 感觉不到口渴 它那个沙漠里边 它比较热 比较干燥 它也把你的水分蒸完了 只是你口渴的 还没来那么及时 就像养花也是一个道理 不要那么死鹰 你老是抬杠杆 教你一方法 就干就浇 不干不浇 略干一点 植物爱长根 你等它蔫了 快汗死了 它盆土里面在 你该怎么着的 也得怎么着 别刚这个事 好吧 关于浇水这个事 我看有个大神 你让它来我们大鹏里边来 我跟它理论理论 你看嘛 这就是我们都是 看蔫了就浇 一般蔫了就是缺水了 正常来说它不蔫 对吧 好了 别的没啥 这个浇水还抬杠 养个花浇个水 有那么难吗 养花浇水三年工 什么三年工 屁 你来大鹏里边 三天我跟你练会了 还怎么浇水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小不得见 点个赞 下期再见 来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